请大家继续支持赞助MAN哥频道 让MAN哥继续伸入富裕 为大家揭示最真的真相 多谢 Hello 大家好 又是雷霆战虎 二一滴八MAN哥 MAN哥今天说回 昨天MAN哥未就去了旺角那里 就看看法律工那些摊档 也都是继续长年累月地摆在那里 去了两个摊档 其中去到阿加鲁佳尼敦道的摊档 就看到有食環处在那里录影 又跟那些姐姐不知说些什么 原来我收到一封 原来她就是跟那些姐姐说 今天呢 今天呢 她们就会执法的了 早上就会执这个摊档的 就是阿加鲁佳尼敦道那个 就叫她们执车走了 如果不执 就全程会执车 兼且会告人的 今天看到新闻 又看到 那个 Safe Hong Kong 就看到那些 我们的蓝营那些朋友 又扔了上来了 就看到她们真的执法了 就掃了所有她的文宣 剪品 所有东西 我不知道有没有告过阿婆 因为那些阿婆 都是收钱在那里看着档摊的 我相信她在后面 法轮功其实在台湾 美国都很大势力 都有钱给她付的 那这些 阻街的都是罚钱的 但是都好 都好的一件事呢 就是终于看到有人执法了 有人敢 执这个法轮功场了 我们看到 执是其中一个 那个 叫做几当旺的社区 因为在尼端道那一档 但是在旺角另一个 那个市由街那边那档呢 我就今天 適合一点点 就是收工时间 明哥都会再下去 再看一下其他那些 还有没有放在那里 因为香港呢 在所有的业点 很多游客出现的地方 很多过关的地方 都有这些法轮功在那里摆档的 他们好像奉紙那样 拿了permit 亦都 每天摆个人在那里 冻了些东西 就耐他不何了 我就是 就是 陈肇始 第一件事就是 食卫局 食物环境卫生局 放在街上 我经常见到 食环署那些 去捉些街市 捉些阿婆 阿叔 阿伯阿姐 那些很聪明的 但是这些法轮功呢 为什么你不搞他呢 到今时今日 有少少压力 你才我见到第一次出手 第一次出手 但是 估论点 你又开始了第一步也好 我们香港人 尤其是我们这些监察住的 就看你 我们天天都会拍片 天天都会把它放上网 天天都给国家知道 看下你们这班人 还可以维持得多久 Hello 大家好 又是Man哥 今天看到一个post 就是关于林卓廷的 三百眼 他代表民主党里面的 击驱议员 发表一些伟论 就说 民主党的区议员 如果要宣誓效忠的 那民主党全部都会宣誓的 哇 你又看到这些议员 其实挺久 最紧要有良知 出良的知出的良知 就是你叫他和那些人去冲啊 去什么呢 大部分都不会的 他们就是打着这些民主的旗号 推那些年轻人去死 跟着自己就拿了议席 拿完议席之后 那些 你知道现在我们有了国安法之后 就是政府部门 所有的政府的员工 都要宣誓效忠的嘛 已经大部分 九成九都宣誓了 因为都要出良嘛 你猜到没得找食 他们还出去和你去什么民主自由 free for Hong Kong 就是和你讲将来的民主自由 将来都要现在那里找到食 有得食你 才可以讲将来的民主自由 所以林卓廷这些人渣 汉奸走狗卖国策的 拿了利益 就拿了议员的议席 你要他们这些人 那么容易吐出来 很难的 不要说我说 未来的四百多个区议员 他有三百多个 他都是泛民 揽炒派那些 算出来的 你看看有多少个 如果要宣誓 他们会不会宣誓呢 我说九成 都是九成 他们都会宣誓的 因为他们 那么难得 那么辛苦 才拿到这个议席 有粮出 有人工 是的 他有人工之下 他还可以玩东西 玩东西你一来他不喝 这些宣誓的 他会跟你说 宣誓当吃山菜 你签个名 但是如果你签了这个名 你们千万不要做这些违法的事 如果不然 即时 违背的弱势 签假文件 就还有多条序 你来享受 不过这些区议员 很多都是不怕死 很多都说 好像吴建伟 那些 那些全部都被人拘捕十次 他们拘捕不拘 你告得入不告 他们都不怕 即是去到什么 去到现在了 那就觉得没什么钱了 612基金日干堂了 例如好像林卓廷 吴建伟那些 自己又开个收费频道 叫你们这些猛兵去继续支持他们抗争 但是 都是一样东西 他们现在还没坐牢的 钱他们就先收到袋子 大部分他们的民主派都是这样的 真的 骗个钱 狂个身 你说 他们有没有走去冲 也有 在面前 不犯法那些事情 他们不先做 背后犯法那些傻子 就全部被人拘捕 判了去坐牢 不然就走路了 所以 林卓廷三百眼 我都 有时间我都会继续看下你上法庭 你都 还有九宗案件在身上 刑事案件 都有排你审 有排你打 这些就是天有眼 报应就是报应给你的人 我要的东西呢 我要的东西 你也未必带来 不好意思 你上来晒太阳 给我一个职位 怎么可以的职位 以前我没得选择 现在我想看到你 好啊 跟你粉丝说 是要关注我 那就是要让你们关注了 大家好 大家好 又是Man哥 Man哥今天这个题目 想讲一下娱乐圈 娱乐圈的人物 你看到王的杜汶澤 杜汶澤也很困难 现在搞了个网台 要收费的电台 接下来又去了台湾那里 就拍过什么 陈爪他妈他乡的故事 这样 又请了王中瑶 请了王中瑶 做他的合约艺人 那到文宅呢 刚刚刚看到他的报告 有个九年的女助手 都离离而去 离去而去 他说自己哭得妈妈都不认得 因为这个助手 这九年都和他挡到十分之刀 但是呢 人就是这样的了 当他现在有少少成就 真是叫做 去年开个LATESO 赚到钱 现在搞了个网台 就有些人捐钱给他 所以现在他有钱就身痕了 爬文爬武了 我看到今天他其中他老婆 田瑞尼 肥田 做过访问 他说他老公是很欣赏他老公的 为什么 因为他老公很有才华 开始他在无线做了十多年 都觉得不想走 但是见到老公这几年 自己出来做这些运动 或者被人迫害 大陆又封杀他 就觉得老公也很惨 而且他也觉得他们这些人 都很说要帮香港人 香港人自救 香港人自己养自己 所以现在肥田 就完全去了他现在的公司那里 做一个监制 又帮他签了王中尧 又签了个不知王的导演 所以 杜汶泽 其实 我在某个程度来说 我是欣赏他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也是被人迫白 他被人迫白 我也被他把人迫白 也很重要 但是我们也有一个信念 就是坚持 不要放弃 直到做到一些有成就 给人 你说句话才有力 就是说到事 好像杜汶泽现在还未闹 都有很多人支持他 好像Man哥 有种事情 现在我去到哪里都很多人认得我 但是在香港 就很多人迫白 还有很多人打压我们 就是 我们说的东西很合理 我们叫别人不要犯法 叫别人在香港 当然遵守香港法律 很难吗? 不是的 他们的黄人 就是人 人 好像那些政棍 或者那些什么教授 违法达意才是合理的 叫人出去冲 就是合理的 就算人家是打烂了些东西 打烂了地铁 封了三条马路 只要他们够多人大声 这些违法的事情 他们都说可以说成合理 所以人是很有趣的 当你去到一个位 去到好像他们这个位 大部分都说完些东西 都是不合法 都可以当是合理的 我们叫别人不要犯法 就是做回一个正常人 都被人打压到 真的不行 我们认我们中国人 都要不停被人打压的 你看看香港是什么地方 所以 就是好像 有些人 离开了香港 才有得法围 才去其他地方 好像是刘德华 现在有个抖音 就在大陆 哇 三四千万人 已经即时离开了 即时关注了 好像莫文蔚去到台湾 红了 回到来唱三首呼吸有害 也有很多人会认同 所以做人 一定要自己成功 成功到一个点 别人就不会看不起你了 我相信MAN哥 遲些上大陆发展 都是有一条新的血路 新的出路可以闯出出来的 请大家继续 支持 赞助MAN哥频道 让MAN哥继续 伸入富裕 为大家揭示最真的真相 多谢